阿寶 蛤 今天情人節就是給你一個情人節禮物 這麼好喔 蛤 怎麼會是這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米露第二第二 七夕情人節快到了 大家想要去哪裡過節了嗎 除了要去哪裡過節之外 情人節還有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你也可以說是難題啦 就是到底要送什麼東西給另外一半才會加分 這真的不太好解決齁 其實不只是男生煩惱說要送女生什麼 有時候女生也會煩惱要送給男生什麼 今天這支影片的主題就是來跟大家聊聊 情人節送什麼東西給男生 才是男生覺得會加分的東西呢 其實我有一些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多年前我也是有收過一些 收到的時候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怎麼樣的情人節禮物 就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也不是覺得那些禮物不好 畢竟送禮物你知道就是一個心意 但是你知道嗎 情人節如果真的可以送禮送到對方的心堪禮的話 對感情是非常加分的 也會顯得你這個人就是哇 真的很知道對方喜歡什麼 會觀察就是很在乎對方的心情 那我呢以前就收過一些東西 有一個我真的很印象深刻 我在大學的某一年呢 收過一個情人節禮物 它是一個錢包 大家看到這裡可能覺得說送男生錢包滿正常的啊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呢跟大家說我收到的錢包呢 是一個Nike的運動錢包 我記得它是藍色的 就是藍色那種魔鬼站那種 你知道上面有一個大大的那個某運動品牌的logo 那個東西呢其實對我有用過 但是呢我是國中一年級的時候用過 然後我那時候收到就覺得說 哇 這個東西呢對它很男生 但是有點太小孩子 我當下的反應是這樣 就是我不知道我該有什麼反應 我當下是想說 嗯如果我裝作我現在很喜歡的話 那就是我跟這個女生交往 我真的就要用這個錢包 那到時候我會覺得用這個錢包很尷尬 所以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我應該收下來嗎 還是很直接跟他說就是 呃這個可能有點 你知道的還是怎麼樣比較好 我當初很糾結 那反正呢我糾結了大概30秒之後 空氣就安靜了 就變得很尷尬 然後呢反正最後 我跟那個對象最後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跑得不太開心心裡有點疙瘩 就是對方說他覺得他挑了很久 然後他沒有送過藍色那種禮物 所以他不知道要送什麼 他覺得這個東西挑得很好很棒的 我沒有接受到他的心意 然後我就覺得呢 這個真的不符合我 當時大學的時候 我自己的審美觀跟買東西的那個sense 不是很有品味 然後我也擔心就是 哇 那交往了 然後跟這個對象感覺好像就是審美觀價值觀 不太合 那應該會有蠻多摩擦 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最後呢就是 就是我們就好好的say goodbye這樣子 所以呢 既然挑禮物的時間都要花了 預算都要花 那我們為什麼不做更好的選擇呢 OK那你們一定也會問我說 好 那米露剛剛竟然講說 收到禮物 覺得沒有送的很對的案例的話 那米露自己會送什麼東西給女朋友 其實我基本上我會送的東西 有幾個原則啦 首先第一個 我要一個可以展現我的審美觀 我挑東西的品味的東西 他不一定要貴 但基本上他要有特別 要有一些你很喜歡的細節 或是他的顏色 或是他的包裝 你要讓他覺得 在一群禮物當中 他是脫穎而出 而且你會對這個禮物 有記憶點的那種東西 我才會送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就是 他要是很貼身的東西 比方說什麼呢 比方說鏈子 這種可以戴在身上的 或是手環 這種東西呢 如果是你在那種小曖昧時期的話 或是交往初期的話 你看你送了 你就可以有一個動作 比方說鏈子嘛 你就可以這樣子幫他戴起來 或是手鏈你就可以讓他戴起來 我覺得呢搭配一頓浪漫的晚餐 或是燭光的晚餐 然後再加上這種 你知道很親密的舉動 其實是非常加分的 然後為什麼我會挑親密的東西呢 因為親密的東西 就是代表著 你會跟對方的身體有接觸 第三種會送什麼呢 就是會送有氣味的東西 我覺得人對氣味是非常的敏感 敏感的就是說 你看你會對香的東西有記憶 然後人的話你就對對他的味道有記憶 他的香水有記憶 他的香氣有記憶 所以我覺得呢 可以賦予對方一種香氣 也是一種非常棒的選擇 OK 以上就是脫穎而出的包裝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很貼身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我喜歡有香氣的東西 這些都是我挑禮物的原則 好 所以說送禮物真的非常的重要 竟然預算都要花的 錢都要花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送一個真正 我們覺得很棒的禮物給對方呢 也許今年如果你還沒想到 情人節要送給另一半什麼 送給男朋友什麼的話 那米露給你一個很棒 很不錯的建議 那就是送臉部清潔啊 像是洗面乳啊 或者是保養組 臉部保養組啊 就是像保濕水化妝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永遠都需要用 因為它是一個消耗品 它總是會用完的 所以沒有人會選這個東西多 它受到的一定會拿出來用的 再來呢 其實男生夏天也很缺臉部用品 因為夏天很熱嘛 然後男生就是常常會出油 然後基本上我覺得啊 男生也想用一些不錯的東西 好的清潔的用品 或保濕保養的東西 但是自己很少會花時間去做這些功課 或是也不知道去哪裡獲取這些資訊 所以也不知道是怎麼買 最多呢就是 去康市美挑一下 或者是去屈臣市挑一下 就直接問店員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啊 然後我也有這種經驗啊 去了 然後就被推薦一組 其實自己也不太喜歡 但就覺得 應該也沒什麼差啊 就買了 我覺得男生大概是這種心態 就是買到了 自己也覺得說 好像還好也沒有很喜歡 但是下次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挑 我還是去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 米露就推薦大家一個 米露最近發現 其實還蠻好用 然後包裝很精美 味道也相當不錯的 男性保養組給大家 這個牌子呢 叫做 它是一個來自日本的品牌 然後一開始看到 我是被它的這個 設計給吸引 因為它的設計就是黑白 然後我一下就喜歡這種 簡約洗練 但是呢 又可以用這種黑白 然後簡單的排列 跟元素 做出非常有設計感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 哎呦 蠻吸引我的目光的 而且我覺得這樣蠻man的 奇怪的刻板印象 然後我就會搜尋它的官網 看完之後也非常吸引我 然後我就再去看下去 發現呢 他們其實是日本市戰率第一的 這個男性保養品牌 喔這個很厲害 日本欸 日本那麼多那麼多的保養品 那麼多的公司 他們竟然做到市戰率第一名 那就代表它一定是非常好用啊 所以才有這麼好的成績 好啦那接下來呢 就直接來試用這一次的產品給大家看 這一次要試用的是這個 Block Homie 本課的這個基礎入門組 裡面基本上南瓜 他們家所有的明星產品 有結顏霜 起泡網 結顏霜可以搭配他們的起泡網 一起使用效果會更好 會有更綿密的泡沫 乳液的部分 然後還有化妝水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一個完整幫你顧面子 幫男生顧面子的一個套組 好那我現在就來試用本課的結顏霜 嗯 非常的香耶 而且它裡面這個質地是有一點火山泥的這種質地 我來磨一球 來洗一點看看 然後搭配他們的這個起泡網 欸超扯的 哇泡泡還在變多 欸太誇張了啦 我剛才磨那麼小一球 欸而且超香的 大家有看到我只磨很小的一球對不對 現在 哇 哇超多的 這麼多 這個密度根本是瓜無泡的密度耶 好我現在就來洗囉 真的很香耶 洗的感覺呢 完全不刺激 然後它有一點點那種骨隆水的香味在 而且它不是那種刺鼻的骨隆水你知道 好洗臉喔 OK洗完了 身為一個男性呢 我必須跟大家說 我在成長過程中呢 用了一些洗面乳 我以前就會選擇那種洗得非常乾淨的 就是洗完之後會覺得 哇好清涼喔那種 但是啊用久之後我發現 就是老了一點之後 我發現其實那個東西還蠻傷皮膚的 它其實有一點刺激性 但是我剛剛用本課洗完之後 完全沒有刺激感耶 整個過程非常的舒服 然後尤其是那個泡沫接觸到皮膚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棒 是我很少有的一種洗臉的體驗 我真的覺得還蠻高級蠻爽的 是一種奢華享受的感覺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就是夏天就會更容易出油 或是運動之後呢 你需要一些清潔力到比較強的洗臉產品 本課的節炎霜呢 其實產生的泡沫還蠻綿密的 而且它的洗潔力還不錯 但是呢也不會讓你整個臉部有太乾的感覺 所以呢我覺得運動完的女生大量油漢 或者是有些女生就是想找一些 清潔力比較強的洗臉產品 也可以考慮本課 OK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用一用本課其他產品 雖然我現在臉部沒有覺得太乾 我覺得不上其實也OK 但其實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們還是來用 好首先我們先來用本課的化妝水 本課的全產品都含有 蘋果萃取精華 殘絲蛋白 復活織木等等 專櫃級的成分 其實夏天常常容易出油啊 或者是長痘痘 大家知道氣溫升高 就會讓你容易長痘痘 因為你油就會出的比較多 所以呢夏天的保養更重要 這個化妝水聞起來的味道也非常棒 它就是有一點淡淡的香味 好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質地 它比較水狀 畢竟是化妝水 聞起來就是有一點花草香 OK再來是本課的乳液 好 它的質地是這樣子的 香味就是淡雅 不會太濃稠 我來擦擦看齁 大家就不要在意就是我塗抹姿勢 蠻清爽的耶 跟化妝水一樣有一種花草香 清爽不黏力 但是用了就覺得它的保濕力其實蠻夠的 蠻滋潤皮膚的 再跟大家強調一次喔 其實很多男生就是都會有 長痘痘啊 或是臉部一到夏天就容易紅腫啊 過敏啊泛紅等等的困擾 那這裡有些呢其實都是 因為沒有做好保養 就是臉部清潔啊 還有洗完臉洗完澡之後 就是用基礎的保養 就是化妝水或是乳液 那其實保養做的不好 不夠多 就是會讓皮膚容易有過敏的發生 或是有紅腫的發生 或是容易長痘痘 這也是我在高中大學之後 才慢慢開始製造的這件事情 所以推薦有一些可能還沒有保養習慣的男生 就是這個夏天 你可以開始嘗試一些基礎的保養 而且用好一點的化妝品 讓自己更有面子 但是呢如果男生真的不會做我 男生很懶 或是你的男朋友就是講不聽的話 那各位女朋友們 這時候就是你們該出手的時候了 男朋友變得更帥跟你一出去 當然更有面子啊對不對 嗯我就是覺得這個乳液蠻香的 我們請阿雲過來聞聞看 看他喜不喜歡這個味道 來來來 他們說這個產品的乳液是有味道 它是有一點蛋香的 你聞聞看看有沒有 有嗎 有耶 什麼味道 胖胖的味道 喜歡嗎 我知道了 高級香氛味 對不對 對 你不覺得它的味道就是不會太刺激 就是這樣淡淡的 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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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淡的 就是你不會隨便這樣清吸一口氣 就吸到 但是仔細一吸就會有 嗯 這種感覺 我覺得它在這一點就滿有日系品牌的樣子 就是它不會做得很滑重取寵 但是你只要仔細細心觀察 就會知道它是一個有質感 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日系品牌 然後呢 最後跟大家說說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 大家看其實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簡單 你用了這個基礎組之後呢 後面你喜歡的話 還有它個別還有就是化妝水大分量 那接眼霜大分量 起泡網等等的 都可以另外再做購買 它就是一個很洗臉簡單 但是有設計感的日系風格 就是實測之後 我也覺得它給我的洗臉的體驗非常的舒服 而且非常的細緻 其實香氣也非常的棒 就推薦給大家囉 如果你今年的這個情人節 還不知道送你一半什麼的話 讓它有一個它沒有試過的高級貼身的味道好的 然後覺得你很貼心 很會觀察它需要什麼的禮物 我覺得這個是個不錯的選擇 現在呢 消費滿了 還會送價值2390塊的 Sony無線藍牙運動式耳機喔 OK就是這樣啦 如果喜歡今天米露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然後follow米露的Instagram 你對這支影片有任何的建議 或者是使用完之後覺得很棒 本來就想試試看這個牌子 然後因為米露的推薦 真的去買的話也可以跟我說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